吳俊俊 你好吗 我很好 谢谢 你呢 我也很好 因为今天终于春春来到了我们的大音乐家 但是有点可惜 我们今天只有 因为我们直播现场 好像现在还有30分钟 马上要进入直播的舞台 那当然现在我们也是在实时的直播各位网友 所以我们一会儿呢 我们在线的QQ音乐的网友 可以通过弹幕的形式 跟我们来随时的互动 有什么问题想问春春的 我们都会会请春春来现场回答 要不要正式的跟所有的玉米朋友们再问个好 你好 春春刚开始前有跟我小小的说 这个座位是不是不太舒服 还可以 差一点什么东西对不对 我有个礼物要送给你 真的吗 你好吗 我很好 这个有没有很好 谢谢 加一个这个 谢谢 我刚刚就说这个缺一个垫子 然后因为 对这样刚好 我本来准备节目结束给你的 结果既然Q到了 现在就把玉米送 这样有没有很舒服 这是我的靠山 对 玉米 好聪明 玉米就是春春最好的靠山 靠山 今天我们的直播现场也相信 同样有很多的玉米 有大概700多位在现场 对 其实我觉得今天这个体验很特别 因为一般就是做演唱会也好 或者做这样的一个现场 前面的30分钟我肯定是在准备 或者在 吊坊 之类的吧 然后今天其实是在一个直播 我反正觉得这个体验 应该会是一个比较难忘的 从没有过 对 我们不如看看现在的玉米们 在弹幕上面有什么要说 靠山 哈哈哈哈 有人说 靠山物是你的靠山 还有说不屑 尽管靠 你自己有没有看 要不念一下弹幕 你压到我了 太可爱了 确实我们这次要跟大家来特别隆重介绍 就是春春的新的唱片 哇 哇 也是哇 对不对 是 这张专辑到现在 你知道它发行了多少天了吗 我还真的不知道 不知道 我给你解答一下 今天正好88天 88天啊 极不极力 蛮极力的 88就是它 对不对 专辑要大卖 所以今天带来这张专辑的首秀 有一个问题 需要问问春春 这个专辑的封面啊 跟一个很可爱的baby的一个互动 为什么会想到这个idea 其实我自己在挖这首歌之后呢 就是一直在想那个专辑的封面 想要有一个什么样的创意 那我就想到说 我觉得可能 它会有一个就是生命的一个 崭新的一个开始 所以我会想到说 是不是用一个小baby 这样非常能够表达出这样的一张专辑的一个利益吧 啊 新生的感觉 对对对对 所以这个baby是经过海选出来的吗 怎么选到她的 我其实也不太知道那个过程 但是呢后来我见到 因为她叫小胖嘛 小胖 我见到小胖的时候 我就觉得跟她很头圆 因为 她头很圆 对她头还蛮圆的 我头也很圆 然后就跟她就玩得挺好 因为我是第一次这样来抱 一个小baby 然后我就很担心说 有什么技巧啊 或者姿势啊 或者什么 就是有什么东西需要注意的 是 对 结果呢 第一次抱还是蛮紧张的 还蛮紧张的 所以距离现在见到上一次见小胖有多久的时间了 大概有五个多月吧 五个多月了 对对对 她现在可能已经会走路了 对不对 顾下现在已经变大胖了 已经变大胖了 但是今天因为这个时间点 我们现在是距离直播还有半个多小时 半个小时不到 所以晚上呢小胖都睡觉了 对 我们没办法把她请来 但是我们请到了小胖的妈妈 我们掌声欢迎小胖的妈妈 哇 结果她也带了小胖 Sumrise 小胖 小胖你要睡觉了吗 你快坐吧 坐下坐下坐下 小胖可能 她好像比我拍的时候要 是不是长高了 而且她眼睛是炯炯有神啊 小胖小胖你认不认得我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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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拿这个吧 这是她最喜欢的玩具 OK 下面来看看大一月家豆娃的现场 是不是你喜欢玩具吗 小胖小胖 不要害羞啊 你其实是一个非常有镜头语言的小朋友 对不对 因为其实她在那个我们拍摄的时候 她就会一直转头 跟镜头互动 跟镜头互动 对我当时就很惊讶 但是现在她眼里只有你 你看她谁都不看只看春春 我们要挖 她在打歌你看 她已经挖出来了 在打歌 要问一下 她眼睛超大的 对问一下小胖妈妈 小胖其实小名叫什么 或者可以讲大名吗 那叫成 成 对 成 阿德玛拉 阿德玛拉 对对对 成是中文名 对 哦 欢迎成小朋友 她很新鲜 今天来到我们这个现场 这样子我们小胖今天也特别 不仅仅熬着这个睡意 来到现场为春春打气 她也带了一个小礼物 带了什么 带了帽子 带了帽子 带了这个帽子 我来拿吧 我来拿吧 哪个 这是两个是不是 两个是一个 就是couple帽子 是个亲子款是不是 我的是大的是不是 所以春春要戴一下吗 可以吗 这个有正面吗 有反面 就这样的是吧 来来来来 家伙准备好 春春 下面考验你的时刻到了 你要抱着小胖 我们来个合影好不好 我可以吗 可以吗 我有点紧张 我又有点紧张了 来我们给小胖也带上这个可爱的帽帽 小胖一直很好奇在打量这个摄影 要不妈妈抱着她吧 可以可以可以 好 因为 因为 因为人有点多 是是是 哦 来 我来给春春和小胖记录一下 我应该看哪 我看你 看这儿 我们来个拍立得 三 二 小胖 哇 小胖只看春春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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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胖看这里 再来一张 刚刚这张 可能没有抓到小胖的神情 他就看那个灯 小胖一直在 他比较好吃 来我们再来一个 来 三 二 一 小胖 哇 非常好 好嘞 小胖只看春春 谁都不看 好了 我们这样子不打扰那个 小胖要准备补个教 因为他一会儿还要看 春春的WARLIFE的直播 所以我们让小胖和妈妈 先去休息一下 休息一下 谢谢两位 妈妈妈都流汗了 妈妈 因为他蛮沉的 拜拜 拜拜 哇 太好了 你看现在 有玉米让你靠 还有小胖在罩着你 你看 带来的礼物 给了很多的力量 那 我们完成了这一轮的 跟小胖的一个 小小互动 要跟弹幕的网友 互动一下了 好 我们今天第一个挑战呢 我们准备的是一个 乐器的考验 现场准备了两个乐器 你这是什么表情 这是什么 你知道这是什么吗 我之前有看过这个东西 这个叫电音蝌蚪 电音蝌蚪 待会你琢磨一下怎么玩 这个叫做 就是很著名的 优克莉莉 那一会儿呢 春春要来通过 选择 选其中一个乐器 来重新演绎一版 哇 用这个东西 对啊 好的 你想选哪个 我 我选这个吧 你选这个 对 但是你选没有用 我们要弹幕选 好 好不好 我们看看 玉米会帮春春 做什么样的选择呢 选电音蝌蚪的 请打一 选优克莉莉的 请打二 现在弹幕就可以 走起来了 好可爱的乐器 姐姐好可爱 电音蝌蚪 打一和打二 打一和打二 一会儿我们会截屏 然后来做最终的这个选择 三 二 一 停 好 明显被这个 鲁托姆同学的 一给刷屏了 所以恭喜春春 如愿以偿 获得了这个 电音蝌蚪 你先研究一下 好不好 看看怎么玩它 然后呢 我们这个环节还加大了难度 邀请到了三位 你的乐队好伙伴 跟你共同来完成 太好了 太好了 来 我欢迎乐手老师 哇 酷 哇 哇 哇 一个比一个酷 你们也带着这样的乐器 是吧 你看他的乐器多可爱 军春春 简单介绍一下三位老师 这是我们的那个鼓手 今天是我看你打的 儿童鼓手 最特别的鼓 然后 这是 对对对 你的乐器 这还是在这边 在哪里 好 你站在这儿 好 要不要调一下音 老师们 跟春春合作一下 你们还戴着墨镜居然 老师已经ready了 春春你OK吗 来 我们抓紧时间 因为我们现在距离 我们正式进入live直播 还有九分钟的时间 所以 各位 QQ音乐的网友 你们有福了 即将要看到的是 春春丽与春和他的乐手们 带来独一无二的 玩具乐器版 哇 Live 是不是这个声音 这就是那个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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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来 鼓手老师给我们一个 节奏 一 too 3 go 竟然完成了 这个还可以 这个还挺好的对不对 一会上台带着它好吧 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我们的乐手老师 谢谢 谢谢三位 谢谢三位来到现场带来这么精彩 特别的一个版本 然后电影蝌蚪就送给春春了 谢谢 我再回去研究一下 不知道我们的QQ音乐的网友 看到这段玉米门有没有乐翻 我们来看看这个 及时的弹幕现在有什么样的问题 大家想要问春春的 风里浪 风里浪 他们说 风里浪 风里浪 这是许女士的演绎 对对对 来我们看看弹幕 给我们准备的问题 这儿童版的哇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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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我们要问春春什么问题 第一个问题 请问春春 你有没有话要对没有抽到 现场门票的歌迷说的 因为只有700位 是进来了对 没进来的你有什么话要讲 来他们现在正看着直播 但是现场的人可以看到这一段吗 看到这段 700人也能看到 天呐 他们真的赚翻了 那你们就没有什么太多的福利 那对啊 那只能巡演见了吧 巡演 你说在镜头外的是不是 对啊 那既然问到这儿什么时候巡演 我就顺便问一题 你自己挖了个坑 自己挖了个坑 什么时候大概 应该是在不久的将来吧 嗨 好吧 那只能祝现场的700位企鹅 今天晚上玩得开心 哎他们就是企鹅啊 企鹅 来我们下来看第二个问题 请问 今天现场的舞台 有参 舞台的形状 据说是一个家号 是有参照四公格的火锅吗 没有啊 其实我今天是主要是因为那个大音乐家嘛 是有那个 哦 所以是这个家 我们特意把那个舞台就是改成了那样的一个家号 一个家号 对对对 太好了 太有心了 太期待今天特别的舞台了 好了 那刚刚两题是来自弹幕的问题 大家继续来发送问题 我们一会还会再回答网友的提问 那接下来要进入到第二轮的弹幕挑战了 我们要来挑战的是跟照片有关 看一下大屏幕 哇 什么感觉 联想到了什么 哪首歌 应该是一二再再二三的喜欢你 是的 因为那首歌我们看到有一个很有趣的预告片 对不对 我们先来看看预告片的画面是 哇 这个 有点像 你发现没有 这个就是当时 就特别突然的一个瞬间 对对对 所以这个猫距离上次见到有多久了 有 他应该蛮近的 因为他就是我同事的猫 同事的猫 所以我经常可以看到他 跟他熟吗 他跟别人都也没有很熟的样子 但是跟你还可以 因为他的性格好像就比较安静一点 OK 我们都说小孩和动物是最难挑战的 我们挑战完了小孩 我们今天就欢迎雪球登场 有请 雪球 耶 又一位来为你加油的嘉宾 又有雪球 雪球 他特别乖 真的耶 他比小胖胆大 他完全可以注视大家 他就是一个非常淡定的猫 那我们再回到刚刚那题 那个画面好不好 请导播老师给我们看到刚刚那两张照片 我们接下来要拜托各位玉米 帮我们做个选择 你想看到春春跟雪球完成哪张合影呢 是这张高难度的 这张还挺难的 对 这个借位合影 还是这张可爱的天面合影呢 你们想看到哪个弹幕选一或者选二 现在就可以来留言告诉我们 我们来看看 看看待会儿春春会 春春你跟他平时的交流是 你会逗他讲一些很可爱的话吗 没有耶 因为他真的很淡定 很淡定 你想挑战哪张照片 我不知道 但是我觉得第一张 应该难度系数挺大的吧 那我们就挑战 你看 三二一截平停 好 非常的没有原则 来都是一啊 只有一位写了二 那我们就来请春春 跟雪球完成 刚刚这个不可能的任务 我们俩怎么来完成这个任务呢 我得把它 把照片再调出来 我们让春春再学习一下 春春 我得把雪球给转过来 对 你得把它转过来 然后你要用他的嘴巴 对着你的嘴巴 下巴 鼻子 对鼻子 雪球 雪球转过来 来 自己转过来 小心哦 他应该不会抓人 他不会他不会 他很乖 好 就这样子吧 来 要靠我了 我看不见你了 来来来来 我来找一个位置 三 雪球 正面一点 雪球 雪球 三 二 一 哎呦 不容易 哇 这是挑战猫还是挑战主持人 来我们给弹幕的网友也看看刚刚这个甜蜜的互动吧 好吧 大家有看到这个画面吗 我们来看看刚刚那个和小胖的合影 春春你可以来检验一下 是吗 这是刚刚你跟小胖的合影 哎呀蛮可爱的 蛮可爱 然后一会儿我们再来看看最后和这个雪球的互动 好了我们时间现在还剩下多少时间 还剩下三分钟 我们再来回答几个弹幕的提问好不好 看看大家有什么问题 就三分钟了 对啊 好的 还是你想多 没有 你是很开心 还是 没有 我是觉得很快 时间过太快了 来我们来看看 网友什么问题 有一个网友要问春春说 你不是说要对我们说一而再再而三的喜欢吗 是不是害羞不敢说出口 好不敢呢 你今天来赶一下好不好 我今天在舞台上赶 在舞台上 好一会儿我们八点钟 大家期待一下我们的WARLIFE的大音乐家超级现场的直播 那还有一个问题 有一位包谷 他要问春春 脑筋急转弯题 请问李总 挖河流行同时掉进水里 你会先救谁 挖河流行 流行吧 你就流行 对 把挖留在水里 为什么 因为它会游泳啊 因为它会游泳啊 因为挖里面有首歌叫拥有 对对对对 而且你知道吗 因为挖掉到水里 即便你不救它 它也会一而再再而三的喜欢你 好的 好谢谢今天春春跟我们弹幕的这轮的互动 那我们接下来呢 时间真的不多了 还有一个最后我要再加问一个问题 很专业的音乐性的问题 因为讲真还是回到挖这张专辑 这是一张我觉得里面富含了很多温情 有日常 有跟家人的故事 有家人的爱情故事 然后还有自己人与人社会的关系 各种各样的探讨很全面 所以这样一张厚重的专辑 在今天我们大音乐家的舞台上面 要去做一个首秀 你在选歌方面会怎么样去衡量 怎么样去判断 其实很难选 因为我当时在排这张专辑的排序的时候 其实就已经纠结了小半年了 所以这个虽然是一个小型的live 但是我觉得我还是希望 它可以尽量去呈现出这张专辑里面 想表达的一些东西 所以在选举啊 然后在编排上面 还是会遇到一些这样的一些困难吧 尽量吧 尽量希望今天可以完成得不错 尽量让大家能够真正的感受 整张专辑的一个范围 对对对 雪球已经迫不及待要去听你唱歌了 他要去找他的妈妈了 好了我们再次谢谢春春 现在做客我们大音乐家 虽然是短短的这 二十多分钟的一个访问 但是马上我们不要离开 因为马上就会带给大家 大音乐家WARLIFE的 LIFE的新专辑首秀 现在春春要去准备换装了 我们祝今晚成功 谢谢 加油 雪球 谢谢 走了跟我走了 雪球跟我走了 抓不到他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